HELLO 大家好,今天要做的造成就是隔夜的燕脈 燕脈有很多營養和好處 例如,矽膳免疫系統,減少脂肪的吸收,預防便秘,減低減固醇,減少心臟病發作,減少中風,矽膳三層 做隔夜的燕脈,其實材料是很簡單的,例如,燕脈大概五通匙或以上 接著來的就是水果,我這套是藍莓,其實你可以放香蕉、草莓、芳果、其他水果都可以 之後呢就是那些堅果類的東西,例如杏仁、核桃,如果你可以放腰果都可以 之後呢,這個就是白瓜子和南瓜子 至於果乾呢,我放的就是乾的葡萄籽 如果要燕脈比較甜一點,可以加一些蜜桃 我會加上這個茄蝦奇爾籽,它有豐富的Omega3,可以保護心臟或感低淡固醇 最後當然是小不了有牛奶的東西 做隔夜的燕脈呢,其實是最簡單最簡單的一個早餐來的 可以說是爛人做的早餐 因為呢,其實它的步驟真的十分之簡單 你只需要在晚上呢,就把燕脈放進一個瓶裡 然後再加上那些其他的材料啊,例如那些瓜子啊,那些堅果類的東西啊 其實加入這些堅果類的東西呢,可以增加整個早餐的營養 例如等白質,鈣質,或者是可以說礦物質之類的東西 還有一個最主要的東西就是那些脂肪 那些東西呢,其實有很多對人體很好的脂肪 最下來呢,就是加入其二子 其二子呢,可以增加我們的飽速感的,可以比較耐飽一點 之後呢,我就會選擇加入這些乾果啦 就是菩提子,乾菩提子 因為呢,它令到整個早餐會比較可味一點的 會比較甜一點 如果你沒有這些菩提子的話呢,你可以選擇其他的東西,或者是不擠都無所謂的 接完呢,就是加入牛奶 牛奶可以加到它大概... 夠滿為止啦,因為之後呢,還有一個水果要擠進去的 其實如果你不要蒸牛奶呢,可以轉眼用... 豆漿都可以,或者是杏仁奶都可以 之後就蓋上蓋子,還有...搖一搖吧,搖到它比較均勻一點 搖完之後呢,就可以加入之前準備好的水果 可以用的就是那些雪藏的... 水果啦,因為比較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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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啦,至於蜜糖呢,其實你沒有擠都沒有所謂的 只不過是沒有那麼甜的 好啦,蓋上蓋子,放進冰箱 等到明天早上就可以吃的 其實這樣放進冰箱,可以放差不多四、五天都可以的 這個呢,就是這次做的早餐 這個呢,就是這次做的早餐 隔夜的燕麥 懶人的早餐 你也是蓋住了啦,蓋住了啦 一定要蓋住啦 你也是蓋住了啦 蓋住了 一定要蓋住啦 今天都可以吃的 還會請假的 快點 那一天 做的